之前在音響展看到一個磁圓浮的盤 它就在一個Display的箱裏 我以為是否是流的 是不是有東西吊著它 還是一些概念來的 Hepard說不是 是真的來的 真的整個圓浮的 我現在就拿回來示範給大家看 令到我有同等的視覺驚訝 對上次已經是射拉撒的雲石耳礦 它的耳礦就是一按按鈕 然後幾支彈就升上來 然後揭開盤 就看到一個耳機 但那東西4萬多歐羅 這個是2萬5港幣 我覺得都是射程範圍裡面 而且它包了所有東西 它包了臂和頭 不過是一些臂我覺得挺漂亮 那個碳纖臂 直臂是Project的 頭就是入門的AutoFone 我們看看它的效果有多厲害 它除了有磁圓浮的技術 它還有自動測速 我們現在看看什麼叫自動測速 你一拿起臂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自動動 接著就會降低4支支撐 接著開始沿浮 然後我現在立刻下臂 咦?為什麼臂不垂下去呢? 是因為它有感應器 要detect到適合速度 即是我現在是33轉 它就要很穩定的33轉 才准支臂放下去 OK 現在33轉 就算了 除了它有自動測速落臂之外 也有自動停止 當我拿起臂上來 收回它的時候 它的盤就會自動升高 然後支柱又會自動升上來 就讓你支撐好盤 如果你請女生跟你一起聽黑膠 她看到這個盤一定會說一聲 其實我剛剛試聽的 就是今年Hi-Fi Show貴賓飛的黑膠碟 好像說 到處都沒有了 剛剛聽到那個聲音可以不可以呢? 我聽到下面的Yamaha 我發現 不是差很遠 因為初頭 我以為 玩高科技的東西 平平衡到Analog的聲音架 接著它只是用入門的MM頭炸 但我在聽 咦? 又很平衡 又很舒服 我 我不是很找到挑剔它的地方 在聲音上面 其實聲音已經不重要了 即是它的聲音已經合格有餘之外 就是一直看著它 即是聽歌的時候看著它 那個很 魔術般的懸浮 即是現在玩Hi-Fi 已經玩到視覺了 它完全是滿足到我 視覺的享受 當然如果 你嘗試換一個更漂亮的頭 即是更漂亮的MM頭 可能它會更漂亮 但如果以 剛剛的價錢 齊了 配套 它還送了RCA線 RCA和底線 在後面 以這個價錢 有這樣的視覺享受 也有這樣的聲音 我覺得在這個2018年的年尾 能夠見到一個這麼驚喜的產品 我都相當 相當安樂了 這個2018年過得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其實這個盤 本身是一個Kickstarter的項目 即是在音響界別 可以通過Kickstarter 做到一個這樣的項目 完成到那件事 還要這麼高分 我是覺得很振奮 希望這樣的產品 即是這樣加入新概念的產品 可以不斷不斷地出現 如果想試聽的朋友 你可以去Hi-Fi得那裏 也可以來我這裏 但來我這裏 第一我是很忙 我又不是很空招呼你 你可以嘗試一下Inbox 告訴我師傅 我走開觀塘 你可不可以上來聽聽盤 如果我有空的話 我是可以讓你上來的 地湯 我幫你乖 明天不可以上來 我喜歡了 我會想要看 我會再夾他們 我會想要去 我會想要去 你這樣呢 我會想要去 我會想要這個